一日之继在于晨平常没有工作的时候 我偶尔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在家里做饭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非常简单 但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三明治 三明治有几个重点 土司 cheese pen 黑胡椒 灵魂主角 番茄酱 我吃任何东西都好喜欢配番茄酱 不管是中式还是西式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本人是蛮会简单的 请问客观的蛋想要几分熟 是要那种一咬就会爆汁流汤的那种呢 还是全熟还是有点鸣固的呢 煎吐司的时候里面我也会放一点点油 就是煎到这样就可以了 我的生意 现在要去桌上慢慢的摆盘给你们看 走吧 我做的煎蛋三明治很简单但是很好吃 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吐司一定要用煎的 然后还有我刚才说的这个灵魂酱汁番茄酱 OK我现在要把番茄酱给淋上去 可以在上面 试图的 挖一个 笑脸 自己会觉得心情很好 这是一种自我的仪式感 都是很可爱 这样自己做早餐 然后看到这个笑脸心情都觉得很好 然后下面放了一片起司片 不可能呢再多放一片起司片 早餐很重要必须要很健康 笑脸被盖住了 那只是刚才那一瞬间自己的一种仪式感 吐司一定要煎哦 煎过的吐司长酱大概到这个焦度 它就有点脆脆香香的 我来上去 OK 我的三明治就完成啦 我们要营养均衡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沙拉 对不对 有蛋白质 有淀粉 然后有蔬菜沙拉 这边这一道呢 就是番茄炒蛋 为什么会这么红呢 有一些番茄炒蛋是没有加番茄酱的 在我内心就觉得 怎么可以番茄炒蛋没有加番茄酱呢 中式的番茄炒蛋 也是要有很多的番茄酱才好吃 而且这番茄酱其实大家可以吃的很安心 因为它是零脂零添加不含人工色素 用的也是非转基因的番茄去做的 因为不含防腐器 所以开过使用过的番茄酱 记得都要冰在冰箱哦 万物皆可降 番茄酱就是我们生活中 所有餐点的好朋友 说我们会煎蛋吧